奉行耶稣 盛名 见证分享 感谢主 自从升到第三级防疫之后 这是第一次跟所有弟兄姐妹见面 虽然是在线上的 感谢主保守我们 虽然现在我们台湾的疫情算是严重的 每天还有十几个 或者是多少个死亡 主耶稣真的快来了 还有我们自己本身 同样的我们自己也要面对我们的信仰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学习的是 生也何欢 死也何至 我们请翻开圣经 彼得前书第一章24节到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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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一起念 开始 因为凡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地枯干 花壁凋显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 人生在世 我们说 欢喜的日子 跟苦难的日子 到底哪一个多呢 祝母我满完美教会的 曾经往传道离开了 那天晚上 这样发生火灾 被困在里面 这样的讯息是我的大哥 甜美往传道 他赖给我 当我看到那讯息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有一个念头 他会因为这一次的事情而离世 我也很一直注意到半夜 除了有代导以外 也注意这个讯息 那从FB 邀心意传道的 那个 发文里面 还有大家的回应 我也一直在看到这样子的讯息 直到 早晨 才直到离开了 到底 这是 这件事情 对我们活着的弟兄姐妹 认识曾建光传道的弟兄姐妹来讲 尤其像我们这样子 要被他牧养过 的信徒来讲 我们了解什么事情 这样的事情对我们 我们可以思考什么事情 就是今天的题目 生也何观 死也何去 那我的妈妈呢 她在 昨天 她又接到一通电话 就是 平队的信徒 一位姐妹 已经当妈妈了 她打电话来问 问我的妈妈 认不认识这个传道 我妈妈说认识 她就问说 这个传道信仰怎么样 我妈妈回答 非常好啊 这个信仰非常好啊 我妈妈也是一样 当她得到消息的时候 曾建光传道离开了 她当下的感受是 她已经到乐园了 所以感谢主 我们有这个盼望 虽然在 我们自己所经历的 我们的家人 还有周遭的人 不管是不是主内 我们经历到 胜与死别 很多人都在问 为什么 我在FBL看到 也有我们家会的弟兄 他在上面写说 这到底是神的什么旨意啊 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为什么传道逃不过啊 为什么后来会离世呢 所以我们今天再这样 来了解 其实圣经里面早就记载了 神对我们的一生的安排 都在神的手中 尤其神的儿女 虽然 在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那边说 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我们只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再加上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神监光传道 传道娘 他们会知道 这一次住在那个防御的领馆 会遭遇那样的事情吗 除非神视线告诉他们 不然有谁会知道呢 这个就是传道上那边所记载的 我们会遇到患难 患难如火星飞腾 神使患难平安 这两样并列 就是要叫我们要敬畏神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再来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 神给我们的使命 陈坚光传道完成了 完成得很漂亮 他是我们的传道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 虽然他离开望里教会 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他一直在我们望里教会的Live群主里面 跟我们回应 他也常常把他在泰国 那边注目的情形 那边教会的活动 弟兄姐妹 那个做圣工的情形 会分享给我们 这样一个让我们非常喜欢的牧者 就这样离开 但是他已经做完他的工作了 所以呢我们要敬畏是什么呢 除了不要做恶事得罪神以外 我们还要提醒自己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跟这世界再见 我们会跟我们所爱的家人就这样分开了 我的姐姐离开之前 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就这样子离开了 我们不晓得了 因为我不是神 神没有特别的告诉我们 反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带祷的时候 都认为神会带你 因为神一向一梦都告诉我们说 我姐姐的病会好 她会活着 她不会死 原来我们的带导 帮助她 还有在旁边的劝勉 弟兄姐妹的带导 确实帮助她 灵修更完全 然后达到神的要求 就这样没事了 但是感谢神啊 神有神的意思 我们虽然在当下不明白 神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 神的意思原来是 祂已经可以进天国了 祂可以进乐园了 祂已经完成神的使命了 所以呢 我们遇到那样的事情 还有我们听到那样的事情 我们要从里面要明白的是 我们活着呢 我们到底要用什么事情 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也就是神到底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生也何患 我不谈那个世上的事情 快乐的事情 我就谈信仰方面 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 只有半小时 我就谈这个 那回到刚才所说的 到底我们活着的时候 要以什么事为念呢 要以什么事为欢喜呢 当然就是要以 以后可以得救这个事情 来努力了 这样子我们得救才有盼望 才能够像沉传到这样 被神借走啊 不管是用什么方式离开 是重病离开 或者发生什么事情 要紧的是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造神的意思 遵守神的道 然后呢 爱神爱人 爱人如己 尽力的做圣工 尽力的爱神 完成神托付的使命 成传道也就完成了 他在泰国 那个地方 比如我们望美教会 可以说是 我们台湾原住民的生活 是四五十年前的 那样的生活的水平 他从 我们习惯的生活状况 到那样 比较 对现在来讲是享受 几乎没什么享受的地方 物质享受的地方 他在那边跟传道里 很认真的唱福音 很认真的牧养 甘心乐意的 手度舍得到 我的大哥天会把传道 他也用电话 跟我讲说 他非常佩服 他传道的自身 一个当传道的 能够照着 整位的安排 舍去自己 自己生活 习惯的那样子 那样子的享受 到比较特殊的地方 到比较特殊的地方 是我们台湾原住民 五十年前那样的生活 但是在那里还是欢喜的 来做神的工作 这个就是传道的精神 谁给他打分数呢 主耶稣给他打分数 他分数够了 他的使命完成了 他就带走了 神也合观 所以我们要思想 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以承传道来讲 他的使命就是传道的使命 像保罗那样的使命 传福应到外国去 那尽力去传 别人不去的地方 我去 这我大哥说的 承传道的精神 还有传道娘也配合 然后就这样去了 做得非常好 那现在已经在内缘了 所以当我们 活着的目标正确 我们努力的方向正确 死又何去呢 我们又会害怕死亡啊 很多人害怕死亡 为什么呢 因为死后有审判 就算不是我们这次教会的信徒 不懂道理的 但是也都知道 人死后啊 总是有一个去处 要去的地方 我们来看圣经 人死后呢 去的地方就有两个地方 人离死后 永远的归宿 只有两种 一个是永死 永远死掉 一个是永生 我们请翻看 提示录 提示录 20章 十一节到十五节 大家请请也开启 我又看见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我又看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守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圣经册上的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人的趣处只有两个 一个是到地狱里面 一个是到天国 在主耶稣 再远之前呢 先礼师的圣徒们呢 他们是被接到乐园里面 在那里等我们的 这是圣经里面有记载 而且 我们神也借着一向一梦 也让我们看到 礼物开我们的圣徒们 他们呢 在乐园是过怎样的生活 在等候 等候末日 主耶稣再来 整个世界 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都 没有了 神都销毁了 这个时候啊 神就会审判 去年 九月 十五号 曾经光传道 就在我们这里 我姐姐的丧礼 天慧妹姐妹 的丧礼 当中 她来做 正道 她在正道当中 她说得非常的清楚 人活着不是 就 按照自己的心愿 喜欢什么 努力什么 然后 从小到老 就死掉了之后 就一了百了 没有 人死后会有审判 这个审判不是用 台湾的 法律来审判 也不是用美国的 法律来审判 那些法官们来审判 是用圣经 神的话来审判 是神来审判 所以不管有没有信 这一期教会 到那个时候 没有人可以推诿说 为什么我要下地狱 为什么不可以进天国 只要是没有证守神的道理 以现在来讲 在末世当中 没有信这一期教会 没有在这一期教会 受死的圣灵 然后诸守神的道 没有做这些的 是连走天国的路 的机会 那个 都没有 资责都没有 所以要珍惜 在当时 承传道 在上里当中 他讲得非常的好 我也有放在FBI 上演 在当时 他所说的话 安慰我们家属的心 也安慰弟兄姐妹的心 还有那时候来参加的 也有第一次到我们 这次教会来的 因为要参加这个上里 他们回去之后 也有反应说 对我们教会的那个 感觉非常的好 为什么 听到很好的道理 他们回去 甚至于还打电话说 他一定还要再来 来这一束教会 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当时 才传道 说免利我们的话 我还记得 都是用圣经的话 来免利 没有想到 他的时候也到 所以这个 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可以说 我们的灰难都是 都会遇到 对我们人来讲 生离死别 尤其是 亲人离世 我们所爱的人离世 是最让人家伤心的 所以 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互相 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一家 有人离世 有的时候是患别人 这个安慰是 互相要给对方安慰 用神的话 来安慰对方 所以 感谢主 成传道 他的工作完成了 这是神的恩典 我们不要怀疑 说 为什么 曾传道遇到那样的事情 他是传道的 那为什么 他在当时什么又救啊 我们看了很多的消息 好像应该有机会跑啊 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啊 我在FB上面 有看到别人 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留言 我们不要怀疑 因为神怎么安排 我们不知道 有的人是得重病历史 以圣经来讲 使徒们啊 有的是被拒 拒止拒死的 还有被 定在十字架死掉的 还有被砍头了 还有被什么 有很多种 那些门徒们啊 有很多种 所以我们看到那样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要怀疑 怀疑说 那个传道是不是信仰不好啊 或者怎么样啊 为什么神不大救 就像别人生重病的时候 哇这个应该是 神要处罚他啊 怎样怎样 我们不要想这样的事情 第二个 我们要学习 那些可以得救的人 到乐园里面的人 他们活着的 为主耶稣 所付出的精神 态度 还有他们所努力的榜样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但还有一些是不能得救的 我们要作为警惕 不要向他们软弱 然后轻易的离开神 成传到他 完成了他的使命 感谢主 所以他现在就离开 离开我们 但是他在乐园呢 他会见到我姐姐他们 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拿到活着 活着的人 就一定是最好吗 保罗 他在圣经里面说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情面离世 与神同处 但是他知道 他还有使命在 他的使命要传福音 所以他还是留在这世界 他也是很想早一点去 我也很想早一点去 所以有些人 他发生意外或身重病 神医治 神看顾 特别保守 让他活着 我们感谢主 有些人 同样的那样的状况 他却离世了 我们也感谢主 只要可以得救 他只要可以得救 我们就要感谢主 因为这是神的恩典 上个星期 小陈欣 我姐姐的大女儿 她从台北 打电话给我 新北市打电话给我 她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 为什么妈妈这么年轻 就离开了 我就告诉她 因为你妈妈的使命 神交给你妈妈的使命 完成了 她完成了 所以加上 神给她的操练 就是她生病这件事情 她通过了 她完成了 她的成绩够了 就被神接走了 我就告诉她 我姐姐的使命是什么呢 也是今天的重点之一 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也要问神 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刚才说过 曾传道的使命就是传道的工作 总会派她去哪里 她就去 别人不想去的 她去 在哪里甘心 甘心的奉献 且连祷告外她 都跟着去 这样的精神 所作的工 神纪念 丰丰丰丰丰丰到神的国 我姐姐的使命是什么呢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姐姐亲自跟我说的 十九年前 就是她的最小的儿子 天灵厚恩 还在她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忘了是几个月大 那时候我姐姐怀孕 肚子已经很大了 那我们呢 在那一年的三月 我们去参加新生教会的联会 我们去参加的时候 孩子也都参加完 就参加圣餐礼完毕 然后我们就在会堂外面 我姐姐就告诉我 她跟我说 刚才她祷告的时候 神的感动 我也把这个话 在上个星期又跟小晨星说 让她明白 神的旨意是什么 当时我姐姐就告诉我 她跟我说 神跟她讲 你为什么结婚之后 还可以住在身上 跟妈妈住在一起 这是神安排的 因为神要 我的姐姐会美 能够向我的妈妈学习 用神的话来教养孩子 她要在妈妈的旁边来学习 你怎么样用神的话来教养她的三个孩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圣临感动我姐姐说 圣给她的工作 就是使命 就是要教导这三个孩子 就是小晨星最大的 是女的 后面两个是男的 教导这三个孩子相亲相爱 因为他们以后要一起做圣工 神特别强调这是神给他的工作 就是我姐姐的工作就是 要教导这三个孩子 培养他们要相亲相爱 因为他们以后不单单是亲兄亲姐弟 他们还要在圣工上要一起做圣工 还有第三点 就没有在这边说 同样在那一次的祷告 我弟弟那时候念台南试验 现在叫台南大学研究所 他也是去参加南门教会的联会 也是圣餐礼完毕 所以当我姐姐跟我讲完的时候 我弟弟打电话给我 他也是被圣明感动 那这个也是我姐姐的孩子有关系 所以我就告诉陈欣说 为什么你的妈妈就这样走了呢 就两点了 第一个 神交代他的工作 就是你们三个要相亲相爱 感情很好 以后要一起做圣工 他完成了 第二个是他灵修够了 那个神给他的操练 他偶过去了 靠着神胜过了 他的分数够进天 进乐园了 成传道呢 成传道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用想歪啊 甚至有的会直接论断啊 这个原住民的传道 我这样不会有这样听到 听了好像不是很舒服 为什么原住民的传道死掉了 还有什么的 我们不能够这样论断不行 我们只要相信啊 神有神的美意 只要可以得救 不管哪一种方式啊 只要可以进乐园 这就成功 但是我们想要进乐园 想要成功啊 又回到刚才了 所说的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 我们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用什么来欢喜呢 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 是用世上的赚钱 然后呢 把神丢在一边 丢在背后 我们死掉了 怕不怕 怕 怕得很啊 为什么 不能被神接走啊 而如果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然后装着这支教会 那些牧者们 传道们 常常讲到美丽我们的方向 去遵守 这个过程当中 尽力爱神 爱人如己 一方面做神功 一方面营修 我们的成绩当然够了 当神安排的 那个时刻来到的时候 我们怎么会怕死呢 就不会怕死了 就被神接走了 这个星期三 会员老师在前面领会 他都有见证 他谈到慧安知识娘 我记得他在讲的时候啊 他有说 他说慧安在当时啊 他说 他打电话的时候说 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有听到这一句 我就坐在后面嘛 因为那一天是轮到我死情 我听到这样子 我就想到他们的姐姐 秀珍姐妹 也是一样 准备好了 我再也不怕死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遇到什么意外 或生重病 或遇到什么突然来的事情 我们的肉体生命结束了 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因为我们要去更美好的地方 所以最后我们来一起读 约翰语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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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说明显示出 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所摸过的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要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 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 这边一道 这个生命之道 这生命之道在真实教会才有 现在我们在会谈 不能聚会 所有的弟兄姐妹 牧道朋友都不能来 我们都用线上来直播 或者是录影 但是有一天可以来会堂聚会的时候 请所有在线上的牧道朋友 还有弟兄姐妹 要去找这一期教会的会堂 要去参加聚会 因为未来如何 明天将如何我们不知道 我们趁着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要思考人生的结局 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还是说我们将来要进到地理里面去呢 这个选择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选择 我们走对方向 我们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就是主耶稣降生在世上 给我们最大的力量 感谢神 愿神祝福大家 现在我们唱诗 184首 第一节到最后一节 我们唱第一节 看最后一节 184首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抵抗天独 同在圈谷 我心满渡地安 圈奴门陪伤 高地独立满城 祢好生命是可待命 我必然到天堂 我们现在要祷告 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神传道娘 还有她的儿子孩子们 她的家人带导 虽然我们在赖群主有看到 神传道娘感谢神 她昨天也有传讯信 她靠着神 她说她得到安慰 能够看到她说这样的话 真的是神的安慰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祷告里面 要常常为他们带导 因为我们人总是会思念 我也是这样 我姐姐离开 有一段时间一直躺在床上 想到姐姐就一直哭 她的孩子们也是这样 我的大哥甚至于 姐姐已经离开了 他已经回到他自己工作的地方 每天早上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给我姐姐 他说为什么都没有接 一直想很久 他才想到说姐姐已经离开了 他说他这样的生活 有过了两个星期 所以这是我们的亲情 难以割舍 所以我们将心比心 要常常为成传道娘 他们一家人祷告 求主耶稣保守他们的信仰 还有所有生活上的一切 身体健康 第二点 我们也为现在台湾的疫情 严重这样的事情来祷告 求主耶稣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 求主耶稣保守我们 还有全球的疫情 求主耶稣帮助 神有神的美意 要紧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生也何欢 死也何惧 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站立得住的话 就算遇到患难 我们也能够靠主度过 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帮助 第三点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信仰 家人的信仰带导 求主耶稣眷顾我们 旺美教会弟兄姐妹 也有一些姐妹 在LINE上面常跟我说 很久没有见到 很想念 我们以前常常见面 还不觉得 突然的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就想到 原来以前可以到卫塘去会 可以做服事的工作多么好 就觉得说特别看顾 我们现在一起跪下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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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ỉ名尸K